全智龙回来了 给大众提起韩国电影就想到历史 就爱心关灸缠不清 车祸癌症治不好的固有印象师了解风魔法 本土导演尹中斌的与犯罪的战争和江运城的犯罪都市都讲述了韩国黑帮的生活 与民斗与官斗 我们的男主李子诚李氏上线 不听帮内三把手大哥丁青说话 带领小弟说走就走 这个关系不一般 葬礼的举行受到警察的监视 老道的警察江科长拥有继承权的四把手李仲九 答案呼之欲出 李李氏是警察派去的卧底 潜伏了六年 一举一动尽在警察的掌握之中 江科长对李子诚也安排的监视 包括他的妻子和随从 李子诚都猛在鼓励 推丁青上尉就意味着干掉李仲九 看到这大家能明白警察逐个击破的良苦用心 凭借出不到的恋人被中国影迷认识 盗贼同盟票房达1298万观影人次 位列韩国本土电影年度票房榜第一位